那真正的行控中心在无期是不是 对 目前无期那边有 土建标那边正在新建 台中市长林佳龙新官上任 带领一级主管 视察BRT行控中心 听取厂商简报 那经过一连串的验证 来进行营运的动作 那目前这些相关的机制 都已经在测试当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状况嘛 我们要直接处理的时候 你们帮我服务一下 让我可以通话一下 没有这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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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对车上 林佳龙现场测试 希望和BRT司机连线通话 想不到行控中心却也没有车向功能 场面一度尴尬 一行人只好持续听简报 但越听越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他设计的机电的系统 未必就是这个是吧 有可能 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因为我们比较不清楚设计那部分的状况 佳龙局长王毅川一脸讶异 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而林佳龙则是已经脸色铁青 所以可能会飙到另外一套系统 有可能 那飙到以后你们这套怎么办 去以前的讨论过可能是必须要做互相整合的动作 对那这个可能就是由未来由局长这边来做相关的财势的部分 我来整合啊 没有同时包包 然后不同系统 然后我们要来整 就当时的讨论是这样子 整个还没完成验收 然后你们10月提出 能让你们去测试的电都还不够 那这个 这简直是一场 儿戏啊 这是骗局嘛 林佳龙罕见大动干火 因为眼前的行空中心为临时设置 不只没有足够的电力供应系统运作 而且按未来真正的行空中心设备 也有可能会是不同规格 就连刷卡付费的机制 以及交通流量的控管 也是杂乱武装 如果开优先号制你们就把他开过去 那文心路就会想 所以文心路 中民路 公益路 这几条路如果塞车 你们也不管 对你们的系统来说 对这个系统目前 在这个系统是没有办法做内部问题监控 到底BRT还有没有救 怎么救 我们会寻求专家跟社会各界的意见 共同来诊断 跟找出对策 那至于说还没有 就是发包的这些工程 还没有在建立契约的一种关系 那那个部分当然 我们就会很谨慎的会暂停 那已经开始在 这个签约发包的工程 我们会厘清法律责任之后 来跟业者来做讨论 进行必要的一个修改 眼看BRT问题重重 林佳龙当下决定 将所有三位合图的计划暂缓 并且组织BRT检验小组 希望在三个月内寻求跨局出的意见 再做后续的打算 记者洪加洪很吵